《练梦空间》张玲玲找卓亦凡时 宋元的表情太微妙 这是啥情况 在这期的《练梦空间》中 卓亦凡与玲玲可以说是玲交流了 早上吃饭的时候 感觉他们完全说不上话 而且还在相互避嫌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玲玲已经受够了这种局面 在大家活动完的当天晚上 他就直接找卓亦凡单独聊天了 当他走出小屋的时候 宋元正好看到 你们注意到他的表情了吗 宋元当时的样子有点微妙 虽然感觉很疑惑 但是却没有太在意的样子 反而马上就回过了头 继续做自己手上的事情了 看来他确实是胜券在握 一点都不担心呀 网友看到他的反应后 纷纷表示这是啥情况 就算他心在大 都不应该不着急吧 毕竟从这几期可以看出 他对卓亦凡还是非常上心的